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 家庭生活中 这个落实菩萨道 我们佛门常说的 要入不恶法门 不恶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样才入得了 所以这个菩萨道 不是不离生活 不离家庭 老和尚是指导 菩萨道就是生活 就是 落实在伦常关系当中 你不离啊 他还是饿 就是 他就不饿了 这个 听说今天会比较冷 不过感觉可能大家比较热情 好像也不冷 好 所以这个 佛门每一个词啊 他含乱还是很深 所谓佛法无边 其身无底 其广无边 所以什么时候入不恶 我们与一切人事物啊 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执着 不敢 我现在的心形呢 就是菩萨六度 就是 菩萨行 就是 望静华阳观说的 菩萨 是德 就是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大家想一想 现在家人对我们欢不欢喜 假如 家人还有 哪些方面对我们不欢喜 这可能是我们下功夫的地方 谈到这里呢 在座菩萨 在座的人者 有没有比较无奈的一点 哪一点呢 我觉得家里人很深我的烦恼 但是我 又觉得应该这么做 佛门说 世事无碍啊 可是现在我有爱 家人也有爱 这个就是很值得 具体探讨的点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当然 大家现在假如有想到 可以发问 或者 一提到要发问 这家里的事啊 问出来不大妥 心里有挂碍 写下来 但是不要落你的款 你的名字就别写了 或者你觉得 家人可能会太敏感了 他知道我来到现场 那你就写 我有个朋友 就好了 就不要具体 想什么 所以 世事外 学佛法 要学得灵活 不能死板 只要我们的灵活 让自己 不要太固执 让别人 又能得利益 自他 两利 这个活泼是对的 假如你脑筋 赚得很快 是为了自私之利 那这个铁定不对了 大臣佛法是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对别人慈悲 对自己呢 也要慈悲 要在一切境界当中 增长我们的德行 智慧 我们常说要提升自己的境界 请问在哪里提升 在每个境远 我们有没有遇过两难的情况 两难就是 让我们最好 锻炼佛法的圆容的时候 提升自己 对佛法运用的 功夫的时候 都没有坏事 尤其心不安的时候 心犹豫的时候 这个就是提升自己的好机会了 所以佛法得要 活学 活用 随意缘 妙用 这是菩萨师的第一条 那我们在行菩萨道 大家有要 问的 要写的 这个在 举手 或者 在 写上来 我现在假如 马上要大家想一个问题 这有点为难你们了 我一看没有反应了 就要继续 讲话 不然我就脑害众生 刚刚才跟大家提到 菩萨所在之处 虽然我不是菩萨 我得学做菩萨 不能 我不讲话了 我们大眼瞪小眼 这个就挺尴尬的 大家有没有经验 跟家里的人 好像不知道说什么 大眼瞪小眼 有没有感觉到尴尬的气氛 这个时候 就可以心里念阿弥陀佛 不要让这种尴尬的情绪 发酵 念念佛定定心 可能知道了解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 亲戚朋友 要聚会 容易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往往都是一些节庆的时候 你看我们见一次面不容易 尤其大家在都市生活 你说不是礼拜六礼拜天 一般就比较没有时间了 海外 讨生活啊 这个讨字我们闽南话常用的 特价 讨吃 就是讨生活 在海外不容易的 我们海外的华人 假如真的跟大家聊起来 都有一段血泪史 是吧 还是我们欧洲比较好一点 我在英国 跟这些同事们聊 确实都有血泪史 当然学佛的人 在聊这个血泪史的时候 要关照自己还有没有伤心 那就动心了 过去了 聊起来心很平静 这个才是对的 甚至还感恩 前面那一段锻炼 还是很值得的 不然人随着年纪长大了 年纪增长了 聊以前的事 一把鼻涕 一把 那就是过去的事还没放下 我们昨天也聊到 三种烦恼 过去烦恼 现在烦恼 未来烦恼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所有修行 首先的目标 所谓修 修到药门 修到 以静心为药 路到药门 是静心为药 先求亲近心 我们这个无量寿经 每天读诵 有时候还读几遍 这个经题 就寒色整部经的经水 佛说大臣 这佛说的要珍惜 百千万劫难遭遇 佛说这个说有喜悦的意思 哎呀 终于可以 跟大众讲 快速成佛的法门了 所以你看 经日世尊 设身诸根 月欲清净 光颜唯唯 宝刹庄严 从喜以来 这是阿难尊者说的 从接受佛陀以来 所未曾经 没有看过这么殊胜 喜得沾哑 身稀有心 所以阿难尊者请法了 这个佛 欢喜讲这部经 我们虽然离佛三千多年 我们很恭敬真诚 欢喜来受辞 那就跟佛当面跟我们讲 没有两样 一时 这个是师之道合 我们的真诚恭敬现前 佛超越时空 来教导我们 我们是欢喜信受 我们敬读中常说的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 是一日 我们遇到了 大臣 这个经体提醒我们什么 这是大臣佛法 极乐世纪是一真法界 小臣总不深 小臣的心量 跟极乐世界不相应 不是为了自己去 happy happy 才去极乐世界 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广度众生 我们在这个世间 希望多帮助经济朋友 尤其是能够闻佛法 他不闻佛法 哪怕他现在 你解决了他生活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但是根本问题 究竟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他哪怕一生富贵 没有吃到苦 问题还是没解决 因为他还是要轮回 离了轮回 才能离究竟苦 得究竟乐 而且一个人没有闻佛法 他没有觉 福报现前 对他是好事吗 也不见得 我们常常听到 尤其这些年 常听到的词 叫官二代 请问大家 他有没有福报 可是这个词 为什么常提出来 因为官 地位高 贵 富二代 家里有钱 这是富 富贵 这个 群书这样里面提到了 富是很容易奢侈的 家里有钱 他又不明理 他就很容易奢侈 所以教富贵人家 比较平坚人家 难 实在讲 现在不要说富贵人家 现在只要生活物质上 不匮乏 你一不教他 他就奢侈了 所以现在 你说 你没学圣教 要把自己五轮的角色 演好 我觉得都不容易 所以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我们像陈德没有遇到老儿上 我也不明理 我也随波逐流 急功近利 甚至于 一放假来 找乐子 什么好玩 什么好吃 所以人不学 不知道 人不学 不知意 做人 本分 道义在哪 这个要透过老师教 所以劝发菩提心文说 若无世间师长 则不知理义 若无初世师长 则不解佛法 不知理义 则同于异类 不懂得理义 那就跟畜生道的众生 畜生道就是管 我想着要吃饱 就是欲望而已 他不是要修养德行 提升灵性 无世间师长 不知理义 若无初世师长 不解佛法 不解佛法 那就跟六道凡夫一样 只有轮回的分 所以我们以前也常听一个词 骂人的词 是情受不如 人假如没有学 伦常 道德因果 那可能做出来的事 我们看比畜生道 还恐怖 你看 虎毒 不食指 现在堕胎那么多啊 那都是自己的骨肉 而且佛经里面也讲 这个是地狱的罪业 我们看的 不忍心指责 只有怜悯 因为学佛的人 知道因果啊 他没学过 他不懂 所以不只不指责啊 我们有责任 我们是他的经纪朋友啊 我们要有善巧方便的 互念他 把圣教啊 供养给他 这一件事啊 把传统文化 佛法介绍 十万火起 你看 救护车 警车动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两个速度 就知道这么紧急 第一 好像平均 十几秒 还是二十几秒 就有一个人自杀了 还有现在忧郁症的比例越来越高 几乎啊 很难说 一个家族里面 一个人 一个忧郁症的都没有 可能都不容易有 可能都不容易有 一个家族的话 或多或少 现在人假如从成长 求学 出社会 他没有排解好内心的情绪啊 积积积积 可能积到某个程度啊 他就会有这样的症状 好 诸位忍者 现在假如你的亲戚朋友 有这个症状啊 你能不能复制好他 能不能 你可不可以为他开法上 往思功德宝 这你要准备好哦 有可能 实在讲啊 你准备好了 观世音菩萨会派任务给你的 大家想不相信 观世音菩萨会派任务给你 我相信 所以我也接到一些任务 我为什么相信呢 因为我相信啊 佛菩萨 同体大悲 每一个忧郁症的人 佛菩萨心不心疼 铁定心疼啊 铁定在护佑他 一看他身边哪一个人有慈悲心呢 可能就铺垫这个因缘 让这个有慈悲心的人 去承担啊 去扶持啊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诸位忍者 你们准备好利益众生了没有 要跟佛菩萨同台演出啊 要跟老和尚 同台演出啊 我们得到佛法的恩德 怎么报佛菩萨 报老和尚的恩呢 我们每天给佛菩萨面前供很好的东西 我想这个佛菩萨不会在乎这个 我们能依教奉行 自行化他 这个佛菩萨最欢喜的 两凡事序里面就有这段话 爱敬众人 即是爱敬圣贤 因为众生欢喜 佛菩萨欢喜 能通众人之志 其是通圣贤之志 众人之志啊 众生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痛苦 你能理解 你能去互念 所以何谓圣贤之志 每遇私事私人 各得其所 希望众生幸福安乐 所以老和尚 他老人家指导 定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讲座 叫幸福人生讲座 有没有感觉到 老和尚的心境 希望大家幸福 希望大家 如了凡视讯续文 印光祖师写的 现身幽露 圣贤之欲 希望我们现在的人 这一生 就能入圣贤君子的境界 圣贤君子听起来 好像很高 好像摸不着 其实啊 我诚得讲一句 比较通俗的话 圣贤君子就是 言什么 像什么 今天当儿子了 是个好儿子 好女儿 今天当父母了 好父亲 好母亲 为人演说啊 当下属 是个好的下属 当领导 是个仁慈的领导 接触你的人 都很欢喜 甚至一定 都因为你 对圣教 有信心 进一步学习了 所以 了凡视讯这一段 也是把 圣贤 佛菩萨的心 进 开解出来 所以 无和碍 和静 而安 一世之人 几次为圣贤 佛菩萨 安之一 安他们的 心 那众生 首先要安理 我们最近的众生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家族 怎么安呢 和碍 和静 这个和字 有味道了 家和万事兴 和静 你看 礼静诸佛 修六和静 爱护他 广修供养 你看布施 服务他 替他设想 在他成长的 每一个关键点 都能很好的 扶持好 这都是爱 具体的落实 好 所以大家 准备好 观音菩萨 派任务给我们 都没有 这个是很值得 我们思考的问题 当然你要先 自爱 才能爱人 我们每天 情绪控制不住 那我们 一接触人 他受我们干扰了 所以 我们利益 大众 这个赤地 也是很重要 这个利益人 不是靠激动 我们现在 修学的人 一切住圣教了 我要治国 平天下 我觉得有点 太激动了 这个赤地 不能乱 儒家这个赤地 还是很有道理 格物 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前面四点 叫内圣 我们自己 心地的涵养功夫 在内圣 外望 这个心地 功夫有了 就表现在 自己的言行 进而 影响 自己的家庭 佛门说 依报 随着 正报转 自己的身 是依报 心 是正报 这个依报 再扩大 家庭 是依报 我的心 是正报 我的修身 是正报 再延伸 你要去影响 这个社会 那你的家庭 是正报 你家庭不好 人家一看 你五十步 像我百步 你讲的道理 人家不容易 接受 你要 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你有这些优点 你好去带动别人 无诸己 没有这些缺点 而后非诸人 你才好互念他改过 所以正己 才能化人 你看 格物 格除 欲望 自知 因为你烦恼少了 烦恼轻了 智慧 就会长 你有智慧 你随时在境界懂得 关照 我的意 有没有成 心 有没有正 你就能用 真心 来修身 起家了 所以这个次第 不能乱 所以 我们说 四弘四苑 这也是菩萨道的次第 不能列等 不能跳过去 会基础不稳 你纵使做好事 后来会出状况 众生无边 是愿度 菩提心发出来了 接下来 烦恼无尽 是愿断 他有一种愿力 因为他发了菩提心 我要先改自己 我才好 行为示范 人家才能接受 我要正极 才能化人 所以他有动力 去改过 众生根性 千差万别 他有动力 去学法 然后我先成佛 给人家做榜样 给人家做榜样 所以佛道无尚 诗愿前 这四弘诗愿都没有离开 发菩提心 所以劝发菩提心 文一开始就强调 入道药门 发心为首 修行 修行 吉悟 利愿 居先 那我们 在五轮关系当中 都有一种责任心 这个就跟愿心 跟菩提心 有相应 那一份道义 那一份勇于承担 你看为母则强 我一定要把我下一代 教好 去利益众生 他有没有愿力 他就有愿力 愿力一强 改习气就比较容易 愿力大过自己的业力 我们就有遇过 当父亲的人抽烟 结果一听 太太怀孕了 当场掐掉 这就是他的愿力了 好 那 这个我们行菩萨道 当然我也没逼大家 行菩萨道 我们能带动别人 自己做好 不要去要求 要求人家生烦恼 那 我们 这个佛门呢 有四大菩萨 这个具体直到我们 行菩萨道 菩萨表 修德 请问呢 菩萨是表表演给谁看的 地上菩萨表演给谁看 表演给他看 用这种心态学佛 不是不得利益哦 佛菩萨所讲的 所表演的 就是为了我 用当机者的心态 这个就能得利益了 我当下就要受辞 我们起个念头 讲给别人听的 不得利益了 念头是障碍哦 不是外面境界哦 念头 所以老和尚曾经 讲经的时候说 有一些跟着他 很长时间的 虽然跟着时间长 心态不对 老和尚可能也听到了 说实在来 老和尚不用听到 就看学生 听他讲经的眼神 就知道了 他那个是不是 讲给我听的眼神 跟讲给别人听的 那个眼神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修的人 是在每一个境界 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念 你看 讲给初学的人听的 分别兴起来 甚至会起什么念呢 那是佛菩萨 我们做不到 又起这个分别执着念 这个念头就障碍自己 去效法佛菩萨 甚至于障碍自己 效法老和尚 效法自己的老师 我们有没有曾经听啊听啊 老和尚在谈 哎呀老和尚那你才做得到啦 你是佛菩萨再来 这一点 真的比较幸运 因为一开始 接触老和尚 老和尚谈一段话 我印象很深 怎么我谈重点 就会有人配合 这一点要记住 不然修行会危险 因为心态一错了 就会错到底 好 所以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这个 这个是警车 还是救护车 都有可能 好我们不去分别它 反正都是紧急状况 就是 当时 老师的重要性 让我们建立正确的态度 观念去修行 你在接触的过程 观念态度没有建立 一个心态偏了 不知道就偏到底了 当时 老和尚说到了 今天佛陀 跟你说法 说完之后 就 对你说 对不起 我刚刚讲的 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而且我们要知道 佛菩萨说法 他有没有今天说法 我想想今天讲什么 那他就不是佛菩萨 他还在那里 起心动念 在那里想 我今天讲啥 佛菩萨是不起心 不动念 他是什么 应激说法 他一看 感受到众生的根性 应众生的激 他怎么会讲 我们做不到的 世间的人 都懂得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像我们从事教学的 你要寻寻善诱 你加法都还没有加他 你就直接教他 维积分 可以吗 铁定不行 维积分 好啊 他怎么可能 一下子跳到 维积分 就好像 五成 说法 不也是 佛菩萨的 善巧 耐性 人天 小成 再来菩萨成 寻寻善诱 佛陀也有 五十说法 阿含史 讲伦理道德 方等 有小成 有大成 到 菩萨时 纯大成 最后还有 法华 涅槃时 唯有一成法 无恶 亦无三 为佛方便说了 你看 也是循序 来互念众生 的道业 那既然 佛菩萨是应激的 是谁众生 心应所之量 那怎么会 我们做不到呢 所以当时候 师长这么一讲 这个观念 建立起来 所以听 不管是读佛经 还是听老案讲经 不会起 做不到的念头 都会想着 怎么做到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也是老和尚 慈悲 讲得非常 仔细 菩萨里面 最高的是什么 普贤 菩萨 菩萨 不修 普贤行 不能圆成 佛道 所以我们称 普贤 菩萨 菩萨 摩河沙 那老和尚 开解 普贤菩萨 第一个 礼敬诸佛 什么是诸佛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我们都要礼敬 对人礼敬 他有佛性 对事礼敬 认真负责 对一切物品 情与无情 同源总之 同一个法性 那桌椅板凳 你要把它擦干净 把它摆好 这对他礼敬 我们能不能做 普贤行也能落实 遇到老和尚这样的老师 是我们的福报 讲解得这么清楚 下所处 都知道我们了 珍惜这个福报 所以老和尚讲了 菩萨表修德 我们就是要这么修的 看到老和尚什么行仪 那是表演给我看的 我现在就要效法 不能听经的时候 又起一个分别了 哎呀我现在还不行 我明年看看 等我有时间了再看看 说实在 等你有时间的时候 再看书 再听经 终没有看书听经的时间 等你说有钱了再来布施 你终没有布施的一天 人只能保证什么 当下 大家注意哦 一个人觉得自己忙而不看经书 他就可能越来越忙 因为看经书的目的是什么 明里有智慧 你有智慧了 你的家庭工作 才能处理好 你才更有时间看书 假如你又不看经 不明理 你处理事情啊 后面一定还要收拾 所以你会越来越忙 你就更没有时间看书 所以大家观察一下 一般的人年纪越大 笑容越多越少 你们有没有看过 八九十岁笑起来 像小孩一样的 我有见过 老儿上表演给我看了 人生最高的享受 表演给我们看了 科学家说的 一个人一两岁的时候 平均一天笑一百八十次 成年之后啊 平均一天笑七次 这个路不能走啊 越活越消不出来 每天还得忙十几个小时 这太不值得啊 越忙越欢喜 越有意义才好 所以人要把握当下 种好的因 你要看书才能明理 同样的 你现在不布施啊 你就没有种财富的因 你就没福报 所以你就更 不愿意去布施了 所以你不能保证 现在去布施啊 你要保证后面布施也很难 所以老和尚也福报大 遇到张家大使 请教 知道佛法好啊 怎么快 很快的弃路 张家大使说 看得破 放得下 看得破啊 是解啊 放得下 是行啊 解形相应啊 我们就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了 看得破是明理 放得下是功夫 那 我们自己啊 听了老和尚讲这个故事 就要 当下去用了 看得破的人啊 在一切境界练 理想 不要着相 你一着相就容易生烦恼了 假如知道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就不会想去控制 想去占有 你就容易放下来 所以 二十二年 讲般若啊 就是教我们 看得破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你看佛多慈悲 又具体 比喻 一切有违法 有违法 就是生灭的 身体随时在生灭 身体都带不走啦 我们前几天 跟大家讲 把人生最后一刻看清楚了 双手双脚一弹 身体都带不走 身外之物更不用讲了 那佛讲的 梦 比喻成梦 幻泡影 小时候我们都玩过 肥皂泡 这样 人生 有什么好计较的 梦 比方说我们昨天做了梦 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 你不会昨天梦到谁骂你了 隔天到办公室去 你太可恶了 昨天你在梦中骂我 不过昨天我真的还做了个梦 梦到一个老同学 生病了 我今天得打个电话 关心关心他 平常没梦啊 突然梦到啊 有可能 是不是他 他的思想波 送出来了 我最近比较清静一点了 要关心关心 我遇过曾经一个老朋友啊 我平常也没梦他 结果有一天梦到 他跪在祖先的面前 为什么呢 堕胎了 我说奇怪了 我怎么会做这种梦呢 我说打电话给他 他说 结婚前真的有啊 我说那你们夫妻啊 到双溪小祖去做三十七年 代表什么 你的祖先难过了 再来啊 帮这个孩子超度了 所以这个 梦啊 也是佛法 你用觉悟去看待他 哎 我怎么梦的乱七八糟了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可能白天啊 思虑太多了 这个梦有没有在给自己说法 有啊 梦是假的 梦里明明有六句啊 绝后空空五大千 我们现在就在梦中啊 你真的明白这一点了 哎呀 既然是梦 不要太计较了 你就容易放下了 哎呀 别跟自己的法身会命过不去了 所以一有烦心的事啊 赶快提起来 梦 幻 泡 影 可能这个心念呢 就转过去了 佛法 佛法很好用的 我们要懂得把它 用上 那 老外上请教了 这六个字很重要 我们随时都在练 看得破 放得下 看得破 知过了 明理了 知道自己不对在哪 放得下是改过 所以修行的功夫啊 改掉多少习气 放下多少执种 这个是实质的功夫 可不是修了三十年 可不是每天练两万生 你用好身心在那里练啊 可能还没进步哦 口念弥陀心善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师父领进门 修行要靠个人 自己随时检查自己的心面 观心 为要啊 那 老外上进一步还请教啊 还知道修行就是看得破 放得下 掌握着两个纲领 只观双运 只就是放下 观就是看破 老外上进一步说 从哪里下手 我们问问题 有没有这个水平 学到 读听完了 试呢 放下 就是布施啊 身心世界 都能布施出去 所以张家大师指导 从布施下手 老外上进一步又反馈了 我养活自己都有点辛苦啊 那张家大师也很善巧 你一块两块有没有 一毛两毛有没有 老外上说那这个还是有了 你看老外上到了台庄联社 还经济上还是很贵吧 怎么样 买一包花生米啊 请问这一包花生米几颗啊 当然那个应该是还没有扒开来的啦 你发几个喽 两三个 你一包发个二三十个人没问题啦 这都是布施啊 你有布施的行动就好啊 所以 想着 以后再布施啊 可能终无布施一日 我们认识一个演员 他毕业之后好几年了 请 这些导演啊 这些重要人物啊 吃饭啊 都是半夜陪啊 搞了几年 没赚到什么钱 搞到最后 清光眼 可能瞎掉眼睛 实在讲啊 肝开窍于木啊 你每天都 半夜去应酬 每一天是怎么回家的 吃完早餐回家 这个都是他亲口跟我讲的 吃完早餐回家了 才睡觉 还是几年 你说这个肝怎么说得了 所以请问大家 清光眼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清光眼救了他命 告诉他主人 主人 不可以这么干啊 所以你用正确的心态 去面对 你现在的逆境二元 他都不是坏事 甚至于是 可以让你福会增长的 增上缘 叫逆增上缘 老子说的 祸福相宜 看起来是祸 你用心对了 祸就转成福了 包含 精光经上教我们的 善男子善女人 受词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见 人家清慢我们 侮辱我们 好不好 先是罪业 因度恶道 已经是人 清见故 先是罪业 几位消灭 所以 金刚经 大臣佛法 这些理一明白 就能过上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的日子 老上有留下末宝 日日是好日 时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现在是终身配合 你看这么祥和的终身 就是我们太平日子要过 不要太平日子不过 你看怎么这么巧 一讲到 日日是好日 时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事 事事是好事 这个时候居然不是 哦音哦音 你看 所以这个 我们昨天 去参观了这个大教堂 你看 有感应吧 我们昨天去礼拜水洗 一进去 那个磁场非常好 所以老儿上说的 各个宗教 创始的 观音菩萨的化身 以前交通不方便 这么多众生要度 以他们欢喜的方式 来度托他们 听到众生 就要想到老儿上 旧事的理念 宗教 团结 宗教 回归教育 宗教 互相 学习 因为 四种 关系 除好 可以把 世界 重新 回到 安定 和平 宗教 与宗教 平等 对待 和睦 相处 种族与种族 平等 对待 和睦 相处 政党 与政党 平等 对待 和睦 相处 我们在 这个 爱因 和 和畔 是吧 散步 美因 和 对不起 这个 前几天 是在 来因 和畔 今天是在 美因 河畔 都提醒我们 要众淫 得果 菩萨 为因 众生 为果 看到 好多 不同 种族 各种 肤色 种族 都有 都能在我们 法兰克福 相处得 和谐 所以 大家 当下的家庭 当下的单位 就是若和老和尚 理念的道场 所以 佛法 或者这些 旧式的理念 都没有离开我们 当下的 因缘 佛法 就是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那 种族 与种族 政党 与政党 国家 与国家 这四个关系 那老人家指出了 从宗教下手 可以带动 其他三种 关系 能平等对待 和母相处 那我们要了解 大乘佛法 论心 不论事 不是说 你事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 你只要尽心去做了 就是功德圆满 不要着相 一着相 我很希望达到什么 然后做做做 越做越气 为什么 你有一个向 一个目标 然后做做就觉得 不可能了 就自己否定自己 守好当前一念 最重要 包含你想 我要很快 把传统化复兴 那可能会 操之过急 护好一念心 当前一念心 最重要 师长老人家 还提醒 谁想很快 把传统化复兴 会造无量无边的罪 老上这一段 提醒 跟孔子讲的一模一样 物欲数 物见小利 欲数则不打 你想很快 一下子 格物自知 诚意真心 修身其下 通通跳过去了 直接治国平天下 结果人家一看 你家里孩子都不照顾 你还跟人家讲教育 人家非常反感 你就以身 放法 那会造无量边的罪 破坏佛门形象 是挤不来 我们得君子物本 从这个心底下功夫 从敦伦净奋 表好法 下功夫 当前都能落实 好 那这个 老上请教 张家大师说 从布施下手 那我们 这个 刚刚提到了 佛菩萨 老和尚 所说 所做 都是用我的机的 那老和尚说了 四大菩萨 表修德 我们就照这样修 所以我们看到 四大菩萨不能说 那他是菩萨了 他是等觉菩萨 我不行了 我们要照着 他的风范去修了 那第一尊 是 地藏王菩萨 开发 新地 保障 我们从 孝清尊师 下手 第二尊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 要不要跳过地藏菩萨 直接学观世音菩萨 自己的父母老师 都不孝敬了 直接孝敬众生 你相信吗 很难相信 净处不能感动 未有能及原者 大学也说 其家不可教 何人教人者 无知 所以 观音菩萨 是 将 孝清尊师的态度 延伸到 一切众生 这是观音菩萨 但是他的基础 是地藏菩萨 一切众生 就是过去父母 未来 诸佛 进一步 文殊菩萨 表智慧 你只有慈悲 慈悲 多祸害 你要悲之双运 所以第三是文殊菩萨 第四 普贤菩萨 菩萨的顶法 我们是这样修上去 特别慈悲的人 一定会 一两次碰钉子了 我得考虑考虑了 不能好心做坏事了 那一天 有个 同修 他就提到了 因为他们有参与 到非洲 到非洲 援助 结果 感觉 好像那一边的人 好像灾难 没有减少 他会感觉说 一直这样援助 有没有意义 我们要了解 一个地方 有没有福报 什么是根本 心 当地的人 心地 比方说 大分三种 福田靠心根 恩田 他开始念恩了 这个地方才会有福报 假如你一直帮助他 他越来越视为理所当然 那他就长期没福报 所以为什么 祖宗说 建国君们 教学为先 你要教他 他的心 懂得感恩了 懂得慈悲了 悲甜 第三是静天 恭敬 你糟蹋食物就没福报了 恭敬食物就有福报 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 特别节俭 不招他食物 掉地上 赶快捡起来吃 他们都很长硕 耳垂都很大 我跟他们都比不了 这个问题 成德在06年 刚好有一个基金会 来请教老和尚 他们在国内 大陆 帮助一些 很贫困的地区 结果这个负责人 就很无奈地说 为什么帮助越多的地方 越不感恩 然后他马上指点他 他连父母都不感恩 他为什么感恩你 所以你要教他 笑道 所以好心 不一定帮得了人 卑质 双运 就很重要了 所以教学 要从地藏菩萨表的精神 开始教了 孝清尊师 孝经开篇也说了 福孝 德之本也 道德的根本 百善孝为先 教之所由身也 教育就要从这里开始 你办教育 从幽园 搬到大学 那将近快二十年了 结果你校没有教 那是没有根的教育 那是本末道志 舍本琢磨的教育 那就很难培养出 有德的人才 努力有结果 不一定有好结果 你的努力要从根本下功夫 修行也要从根本修 才能进步 那我们今天 行菩萨道 我们在家庭工作中 落实菩萨道 那我们君子物本 在家庭里 首先要先 孝敬自己的父母 那这个菩萨道 才有根 在工作中 能够恭敬自己的领导 你在工作中的菩萨道 才有根 是吧 因为在工作的职场 是 以五轮当中的菩萨 比较多一点 所以在这里 跟大家交流一下 七个吉时 等于是 我们今天 知道 这个世大菩萨 我们是从 校养父母 好 这个看大家有没有 手上有没有这个资料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个修学 都要 能够物本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我们这个物本 也要养成一个习惯 不然 我们其中 也有一个习气 叫好高物源 有时候你学了再多年 你都会自己感觉 好像跟不牢 就不得利益了 好 我们 看一下 校清尊师 为人着想 这个校清尊师 虽然 有这个心 心形 我们也有具体 我们的心 还不能练到 念念都 能提起校清尊师 我们就要在生活中 具体的事 来常常提起 这个校清的态度 我们看第一个 及时关怀 养父母身 具体 落实了 延伸 自对一切人 那这个就属于观世音菩萨了 延伸开来了 具体 东则温 下则静 沉则醒 昏则定 其实就是让我们 随时能体恤别人的 比方说 身体的需要 生活上的需要 像我们 我们奉养 长者 感觉到 他们的身体机能比较弱了 你准备吃的东西 不能太硬 然后 最好是热死 这样不伤胃 还有啊 老人家吃的比较慢 所以你陪老人家吃饭呢 不要吃得很快 我吃好了 他就会 感觉有压力了 所以考虑细致的话 跟父母长辈吃饭 会看着他吃的情况 然后陪他吃 这样老人比较没有压力 所以我们学大臣 不能着相 你不能学的这一句 东则温 下则静 所以就做两件事 就是温被子 或者三席子 你要延伸开来 不能学呆了 就是体恤被子 亲友吉 要先长 昼夜市 不离床 古代的人 都要懂一点 一 他比较好 更细致 照顾父母的身体 那古人有留下一本书 叫 老老横眼 我们学了就知道 更细致的 帮助老人 比方说天气冷 那老人家不要 一睁开眼 啪就站起来 就很容易 这个 身体整个机能 都还没有调动起来 那一起来 哇 外面有 这个温度又很低 就有可能会影响他 刚起来了 好像什么 乾隆皇帝有教十几招 这个嘴巴要戳 他们 鼻子要戳 嘴巴要扣 尺要扣 眼睛要转一转 那 我记得小时候 一醒过来 这个奶奶就会把我整个脸 戳一戳 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那时候还搞不清楚为什么 所以我们成年人 可能做一些事 先说明一下 我们就会明白了 你看耳朵也要 让他热起来 那整个脚要伸展 往内拔一拔 肚子揉一揉 你这再缓缓起来 不会有什么意外产生 那当然 轻有急 不治未病 不治已病 治未病 平常的 这个 时影有节 起居有长 不忘 坐牢 不能让老人家太累 我感觉有时候 这个长者 一干个什么活 他就没有衡量自己的状态 这个时候需要子女提醒 不然他一累早了 又不好了 那 稍有 这些症状 就赶紧能够懂得调整过来 好 是诸父如四父 是诸兄如四兄 这个延伸开来 凡事人皆虚爱 天同父地同在 这个是时时心存 孝敬感恩之心 这个是时时关怀 养父母之身 我们静孝 我们谈这一段是菩萨道从根本下功夫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向 养父母的智慧 都在这个七个即时当中 我们接着看第二个 即时汇报 安父母心 延伸自对一切人 我们出门 告诉父母 回来 这个 也要禀报父母 我们出门 没有禀报 去哪了 就开始担心了 回来没有讲 我们曾经遇过 父母 等到半夜了 女孩还没回来 急着报警 结果她女儿已经回房里了 但都没有跟父母打个招呼 就很操心了 当然我们这里 再延伸到我们在单位里面 你看这个即时关怀 要用在哪里 要用在单位里面 在单位里面 官外领导 你看以前各行各业 你进去 学这一门能力 教你的叫师父 是吧 在古代叫君父 我们也念这一份恩 关心他们的健康 东则温 下则静 臣则行 昏则定 关心父母 有没有睡好 我们到单位也可以 关心领导 关心同仁 那这个团体 氛围就很温暖 很和谐 和爱 和静 那和谐的团体 和气 生财 生人财 生钱财 一和了 就团结 事业一定会做得更好 在单位里面也是 互相关心健康 情有吉 药现场 也是可以 是诸父 如是父 你孝顺自己父母 也尊敬所有同仁的父母 或者是比较年长的同仁 你就落实了 第四规这一句了 凡事人皆需爱 天同父 地同在 都能设身处地 尤其对新来的员工 新来的同仁 你能体会到 他刚到陌生环境 你很设身处地 把方方面面 工作上 甚至于到哪里吃比较好 你生活上 可能会遇到哪些需要 你都给他介绍了 那个药房在哪 都给他讲 他会觉得很温暖 第二 即时汇报 那你在单位里面也是一样 你总不能 出了公司的门 都没说明一下 到时候人家找不到你 要有紧急要你配合的事 就很麻烦了 居有偿 也无便 你这个居有偿 可以延伸到你的工作 你要换工作了 都没有跟父母汇报一下 到时候一讲 都把父母吓到了 这个就不妥当了 你要铺垫好 让他们能了解 这个都是安他们的心 让他了解你的考虑 事虽小物善为 苟善为止到亏 事情虽然小 也不制作主张 懂得尊重父母再去做 我每男话说 不要大猪大鱼 不要都是自己先做主 这就主意 但是不是说你都没有什么主见 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你尊重父母 你把你的考虑跟父母汇报 并不是说你变得没主见 不是这个意思 长呼人急待叫 人不再急急到 长辈在呼喊 一定是有需要了 你赶快去帮忙 去找他找的这个人 人找不到了 你也要回来跟这个客人 汇报一下吧 你不要找到 没找到 算了 也没有回来汇报 让人家在那里等半天 有时候 领导交代一件事 然后我们去处理 处理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情况 不能继续处理了 那也没有及时回报 那领导可能一直在等你的消息 后来变成领导找你 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因为怎么样 暂时不能办了 但你要先回报 其实领导者 他有责任感 他交代一件事 他的心就怎么样 就挂在上面了 你及时回报 他就不用继续抄这个心 所以我们是来替领导分忧 不是增加他的负担 所以你看 即时回报 心存沉静体恤之心 这个安父母心 也是安领导的心 延伸到安一切人 你跟人家一相处 都有这些态度 人家跟你一起配合工作 就觉得很安心 不用提心吊胆 第三 即时劝见养父母会 延伸至对一切人 清有过见死根 疑无色柔无身 见不露月父见 豪气谁踏无怨 你看 护念自己的父母 我们的目的是 让他改正错误 这是我们的目的 遇到任何情况 不改变这个目的 纵使对方不能接受 我们没有改变 还是很有耐性的 他高兴的时候再劝 月就是看他高兴的时候再劝 劝也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时机 方法 都要的 我们刚好前几天 有群疏之药的石修班 其中有一堂课就谈言语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良亏 这个都是即时劝见 心存 恭敬 劝人也要恭敬心 柔软的心 而且是成全对方的心 来做 第四 即时回应 顺父母意 延伸至对一切人 父母呼喊我们 找我们帮忙了 应勿还 父母命令我们做的事 我们已经答应了 不能拖拖拉拉 答应了 买个什么药 结果好几天没消息 那这个可能会误了事 都有可能 所以父母命 行勿拦 父母叫 须静听 这个都是即时回应 比方父母叮咛你几句来 然后你嘴巴翘翘的 什么也没回应 爸爸妈妈心里嘀咕了 哎呀是不是讲了他不高兴了 为他好 但是他不高兴了 下次我看别讲了 我们昨天说 我们昨天说不可死无情 有难言心 跟我们讲话还要考虑半天 这个不妥当 所以你即时回应 让父母 更觉得你能体恤他们的好意 更没有负担的来提醒你 因为父母在教诲你的时候 谢谢 妈你这个提醒很重要 你以后有发现要再多提醒我 这个就是回应 包含朋友劝我们 闻欲恐 闻过心 人家劝我们 哎呀你真是我的贵人 这也是回应 不然人家劝你几句 你没啥表情 人家下次不敢劝 那父母责需顺诚 责备了 这个顺呢 是要记住 那个教训 教诲我们的 顺 诚呢 你要去改正自己 这都是一种回应 父母说你这样做不对了 你去把它改过来 爸我改了 爸我调整了 这都是回应 老师 老师则需顺诚 你一改正 给老师汇报 这老师一想 如指可教也 这都是回应 你看我们教学 给同学 讲了五天的课 有没有什么 心得感悟啊 没有 我想 我不是浪费他五天的时间吗 所以那种回应啊 是很自然的 而且那种回应会让缘分 很自然互动发展起来 好 所以心存 恭顺 反省之行 这是及时回应 第五呢 及时参与 满父母愿 延伸 延伸自对 一切人 轻所耗 立位聚 这是及时参与了 要及时 不然这个时间过了 黑鹿鹿鹿鹿鹿鹿 你看救人都要 救人救火都要抓住 都要及时 不能延迟 所以这个配合对了 这个时候就不是终身 当当 当然要及时去做礼拜 好 那这个 及时参与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亦有什么事 兄弟姐妹都团结 这个父母最安心了 即有能 勿自私 人所能 勿清之 团体里面 家庭里面 自己有这个能力 不要尝试 其实 私比受 更有福 那别人有能力 你要肯定 甚至你要 让位于闲 让他更好 利益这个团体 你看包鼠牙 就是榜样 让馆众 出来 还在他上面 他后代子孙 都有福报 心存 责任 承担之心 我们是跟阿弥陀佛学的 要勇于承担 一切皆臣佛 有这样的责任心 愿力 第六 即时请教 掌养 谦德 事虽小 物善为 苟善为 此道亏 可能是怎么样 应该是怎么样 你到时候 判断错误就不好 还是要 即时请教一下 心有疑 谁杂技 旧人问 求确议 我有一些课程 比方说马来西亚 我们有教师 护法培训 结果我一年才见他们一次 我说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生意很不好 没有人体 我说那我们每一天 有没有疑问的地方 你做了那么多时候 有没有疑问 你有没有记下来 有没有机会就请问 假如我们当父母老师 都没有心有疑随杂技 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学生 会有这个习惯吗 你身教就没有 就不容易了 所以孩子是我们的 负硬件 可以反观 当然 一定是我自己也没有做到 心有疑随杂技 所以我教学就没有人问我 这个还是要反求诸己 第七 即时 第六这个 能清人 无限好 得日静 过日少 心存谦卑 好学之心 好学静乎智 才能有智慧 第七 即时确认 不认己见 见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传 尤其会牵扯到人 似的 你不要 道听 图说 一听了就去讲 你要 确认了 而且纵使 确认了 你讲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对方好 是为团体好 可不能去拨弄是非呀 你要抓住影恶 扬善这些原则 是非以勿清诺 苟清诺 净退错 你要答应别人 你要度得量力 而且也要充分考虑 我们整体的条件 具不具处 你不能夸下海口 这个不妥当 事物忙 忙多错 虽然事情很多 可不能忘了 确认 不然你会白忙一场 甚至会添乱 都有可能 事可以多 心不能慌 好 物侵略 你不能轻视忽略 都要确认 心有意 谁杂技 旧人问 求确议 这个都是 落实 及时确认 不认己见 心存 认真 求是 之心 你不能学了佛了 做几事来 都打迷糊仗 这样人家不会认同佛法 不会认同传统文化 都要实事 求是 这个是做事的恭敬 态度 好 这是我们为人子 为人学生 为人尘等应有的态度 那我们做到了 孝清尊师 在延伸开来 对一切人 就是 观音菩萨的表法 就是行菩萨道 今天时间到了 早上到了 我们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